在REGRESSION裡面,對不對 潛心房在哪裡? 蛤? Sex 記得它喔,儲存 然後我們說,我們會做OUTLINE 集成會幫我們做每一個點 都幫你去算這個點是不是OUTLINE 對不對 好,DISTANTOUTLINE 我們下個禮拜介紹你跑哪一個? 對不起,LEVERGE OUTLINE LEVERYGE OUTLINE跑哪一個? LEVERYGE VALUE 絕對按鈕是什麼? 多少以上 QUICK REFERENCES 多少以上算是OUTLINE 要記得嗎? 點二大點五算是中度的OUTLINE 點五以上算是高度的OUTLINE 我們會記得這點 要記得喔 所以LEVERGE是幫我做 所謂的 就是LEVERGE OUTLINE 那DISTANTOUTLINE 那DISTANTOUTLINE 你會選誰? SYSTANTOUTLINE 講了很多 我們都在做RECEDURE 對不對? RECEDURE有很多種 UNSTANDARD STAND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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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一種是你應該選的? 我們都要選STANDARD 哪一個嗎? 就是我們用T分數來算 但是他除上SE 是把這個點去掉的 然後我才知道說 那這個點在整體來說 算他自己的時候 他的影響力有點少 所以這個是DISTANTOUTLINE 接下來INFERENTIALOUTLINE 我們會選誰? 我們說我們會喜歡STANDARD 標準化 所以我們才會知道說 如果他的數值是 表現他是一個標準差之外 對不對? 所以會選誰? STANDARD B F BET STANDARD STANDARD BF BET 有沒有記得這個? 你還可以選其他 比如說 還有誰 那個 OVERRENT 跟POOX 也都算是 但是一般選這兩個就夠 看你要不要再多選 多選也是可以 也沒有問題 但基本上 這個叫做LEVERGED OUTLINE的檢定 這個叫做 DISTANT OUTLINE的檢定 然後這兩個可以算是 INFERENTIAL OUTLINE的檢定 到此為止 指導一下 還好 有回程不停 然後如果幫我確定之後 按個掌心點 然後跑 它就會造成一個現象 它會在 BETA的後方 跑出這麼多東西來 有沒有看到 那這是我剛剛跟你說的 每一個點 每一個點 每一個人 他都會有一個數值 來幫我看看 他受傷了 來先把這個拿掉 我們再跑回去 會不會把我拿掉 整體分析 對不對 那我來跑 再跑回去 我就把他低調再跑回去 全部低調再跑回去 輕鬆 不讓我輕鬆 不讓我輕鬆 輕鬆 我還是輕鬆 然後再跑一次 然後再跑一次 然後我要看 我的LEVERGE OUTLINE 在這裡 從小排到大 對 剛才那個孔 你又沒有拿掉那個 沒有拿掉那個 分組 所以他跑出來數字 比較乖 所以還算拿掉分組才很好 然後跑出來數字 最小的是點 00041 然後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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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最後 最大的是誰 點06813 就是應該大家都一樣 就是應該大家都一樣吧 要拿掉 要拿掉 因為以後再整體大 也是會不會就好 屬層 超屬層嗎 對 對 所以他沒拿掉 那數字就會超分一組 一組二 零組一組二組三組 就是他降分三組 那數字就不一樣 這還是要很難再做得好 好 所以你的Leverage 點00041 到最高的是 點06813 請問你覺得他有沒有 那麼高 你沒有奧完 別亂指 剛剛講說 quick reference 就是在這裡 點2到點5算是 moderated leverage 點5以上叫做 high leverage 所以你有沒有 沒有 點2到點5的 沒有 所以看起來你這邊 pesto 你沒有奧完 對不對 那對於這個 Leverage 看起來你好像是 沒有奧完的存在 可以嗎 可以嗎 其實基本上我們 如果在這裏是在門家 也沒有好 還是說也沒有好 我們這邊的作業 那也請在說 你可以說 那你就健康 一家旅館 然後最高的指導點 越來越是小的 嗯 有點可憐 嗯 是這個 是這個 嗯 是這個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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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接下來 可以 incredential 請問你算是 兩種 DF bit 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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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的生的 生的生的 状 生的 生的 因為它是在 concentration 四個變項 Self-Montivation I can't stop this thing I can't also control 這幾個變項 你看它是什麼嗎 什麼意思 整體來說我就先看 Overall的圖 它這Overall的圖上 是不是影尊修欄 然後接下來會根據 每一個predictable concentration 根據 排除到它跟其他人關係說 它整體來看說 欸 你有沒有影尊修欄 這個有沒有影尊修欄 這個有沒有影尊修欄 這個影尊修欄 所以你後面DF-Beta 你會有四個回列輸入 原來是1 2 3 4 加上interset 但是interset我們沒關係怎麼看 interset是什麼 潔淨啊 對不對 潔淨我們沒關係來講 它的效果就是來講 並不是重要 所以我們是單值看行李 好 階段值是多少 還記得嗎 我們說me-value 對不對 高總化係數 所以他的階段值是1 1 1 就這樣我們認為超過1以上 這算什麼來 所以這邊我們就看 排序 通常還要大或重大到小 沒有關係 但沒有超過1 然後每一個predictable 可以check一下 有沒有超過1 看起來應該是超過1 看起來應該是超過1 點他1 後面這幾個都沒有到過1 可以看起來還是 influential outliers 就不喜歡看 這邊我玩的時候 跟outlier有關這個什麼 去做學校 cluster cluster error beta point 是什麼意思 記得嗎 我們說的cluster error beta point 我們說我們outlier的檢驗 基本上是每一個人都有檢驗 對不對 每一個人怎麼檢驗 我們把它通常都把它放進去 都把它拿掉 看它的差異 如果這個拿進去跟它放 放進去跟拿掉 對於整個回歸線 或是對於整個eta的影響很大 那表示它很消耗 是吧 可是有一個問題 就是假設它是兩個outlier 或是一群outlier在一起的時候 那我把這個點拿掉 但是它的好朋友 三個人 想見到兩個人還在 那它 他們對於整個摄影響也會還在 所以 cluster error point 它基本上叫你是看谷 它算你做的東西是看谷 看你這個度調 然後有沒有一些是點 一群在一起的 所以當我有tongsteer 這個是不是outlier的時候 但是這個東西還在 選舉模式裡面 當我有tongsteer 這個是outlier的時候 這個還是在選舉模式裡面 有沒有可能 你有一些 cluster error data point 是兩個以上一起出現的 outlier 造成你在outlier的檢驗上 可能會有一些辯差 它主要是問你這些事情 那這件事情就是你要看谷 你覺得有人 通常這個時候我都要再跑一次 不要再動浪的順序再跑一次 才會是 那個 那個1234才會是第二個順序 你懂嗎 因為我現在跑波 你要縮著之後 那前面這個1234的順序都跑不掉 好 所以我現在再跑一次 你看最後一個圖 不要動 這是最後一個圖 你覺得這個有沒有 有一個大碰 你也看底下的都可以看一下 你們兩個典以上一起看起來像少爛 這個比較浮誇 就看你覺得有沒有 看起来这边 我觉得我自己看起来 你也可以看不一样 你得有其他不同的看法 这两个看起来是一起 这两个看起来是一起 都是比较属于在这边拉下的 那我看一下它到底是几号 5号跟82号 这边应该也是5号跟82号 通常出现都是看起来 5号跟82号 所以看起来有个5号跟82号 看起来是82号 看起来5号跟82号都是我们大问题 对不对 好来 回来看一下5号是谁 是这个5号 这个 前面这个会变动的5号 看你拿A 3128 那812是谁 151号 这两句都好熟 蛮有学见过吗 这是我们刚刚说 BizzenOi就是这两个 151跟354号 还记得吗 所以其实你就看图来说 你的Pastor Plaster 基本上已经被你折射出来 所以看起来 我们的Pastor Plaster 这是我的Pastor Plaster